2022年11月4日 习总日记之月得来潮 10月30日 二十大之后 第一位外国领导人 越南共产党总书记 阮富仲来访 31日 我们俩共同出席了 六场公开活动 私下会晤一次 阮习总书记 我先说可以吗 习当然可以 谁让你是客人呢 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 是以礼相待 礼是什么 是规矩 礼让客人是我们的规矩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我一直教育我们的党员 要讲规矩 不要违反规矩 更不允许破坏规矩 中越两党 同志家兄弟 从毛主席胡主席 传到我们手里 是中越两国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 关系的基础 软 习总书记 不好意思打断你 请问什么时候 轮到我说啊 习 快了 嘿 好吧 你先说 软 谢谢 恭喜习总书记 连任成功 习 你不提我 我差点忘了 这事都怪你 我妈说了 尽凭你好的不学 胡主席 倒站下车不学 偏偏去学人家隔壁 那个越共书记 叫什么硬的软的 破坏党规道 站不下车 软副仲 你害人不浅知道不 你害得我被多少人骂你知道不 软副仲被我对得像大姑娘一样 羞红了脸 我不依不饶 追问 习 你倒是说说 你是怎么做到的 软副仲一脸无辜的样子 叹了口气道 靳平大兄弟 有一句名言你一定听过 你爱一个人 选他 你恨一个人 投票给他 去年越共十三大 爱我恨我的人都投票给我 害得我这个七十七岁的老头 不得不继续为越南人民服务 老头说着说着 真的掉下了眼泪 我怀着同病相连的心情安慰他道 不就是再干一件吗 难道他们要我们干到死 软老头听到我的话 呼得破替未笑 靳平大兄弟 可等到你这句话了 到时候你要挺我哟 软副仲回去之后 我问立元 如果他们二十一大 还是选我怎么办 立元歪着头想了想 一本正经的反问道 他们有那么恨你吗 逗得我哈哈大笑 十一月一日送走了同志 加兄弟 二日巴基斯坦总理和坦桑尼亚总统同时来访 今天迎来了希特勒的徒子徒孙 德国总理舒尔茨 他是二十大我全面执政之后 西方国家第一位来访的国家领导人 意义非凡 归根结底一句话 西方需要中国 中国也需要西方 这是当今中西方关系的本质 其他都是废话假话 美国想脱钩也是事实 而且想拉着西方一起脱 但欧洲与美国国情不同 欧洲比美国更依赖中国 短时间内不仅脱离不了 而且在俄罗斯乌克蓝军事冲突之后 欧洲比战争之前更需要中国 现在正是考验我们共产党人聪明智慧的时候 如何利用欧洲日韩对我们的依赖来抗衡美国 若有人问岳 德两国领导人不约儿童 选择在二十大结束后来中国访问 时间点掐得那么准 习总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的回答当然是都是事先商量好的 真的是事先商量好的吗 你以为呢 三个月前我打电话给朔尔茨 问老朔 德国总理的位置抢到了没 朔尔茨早抢到了 已经干了半年多 习佛那感情好 我想请你在二十大结束后来中国访问 朔尔茨 你们的总理李克强昨天打电话给我 也说了同样的话 习别信他的 朔尔茨可简中推已经宣布了 立上习下 习简中推上的话你也信 朔尔茨都说简中推是中国精英汇聚之地 习何以见得 朔尔茨听说中共是逆向淘汰 按照逻辑 那么 所以 对吧 习 你要信 我也拦不住 这么着吧 我若连任 你马上来 朔尔茨 你若连任 我也来 习不行 他连任你不能来 朔尔茨 为何你连任我可以来 他连任我不可以来 习因为中国是一个专制极权国家 德国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 在李克强连任之后立即来访 是向专制国家屈服的行为 朔尔茨 你连任中国就不是一个专制国家了 我来访就不是屈服 习 嗯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朔尔茨集了 如何解读是你的自由 德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习次老说 撒家与你开玩笑的 二十大之后你来便是 若是李克强连任你来 我不紧不拦着 还欢迎 今天先到朔尔茨 我热情地向他表示问候 简中推看了没 朔尔茨 中国人见面第一句 不是应该问农贩吃过拔 我马上纠正他 那不是中国人的问候词 朔尔茨哦 对不起 那是日本 我斜了他一眼 好 习总日记学习小组的活动呢 现在开始 大家手上呢 用不了鼓掌 谢谢 谢谢大家手上的一份习总日记 习总日记呢 它是习近平在11月4号 写的这个习总日记 这个习总日记的名字呢 叫越德来潮 越德来潮就是 你可以扫这个下面的这个奥威码 对 对对对 他这个阮副仲啊 是越南的共产党的书记 那么刚才习近平和他有一段对话 这是阮副仲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 习近平和他私下的两个人的一个对话 那么阮副仲呢 说祝贺你啊 恭喜习总书记连任成功 这一段呢 习近平写的这一段呢 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写了习近平连任的事情 无独有而 这个连任呢 不仅习近平连任了 这个阮副仲啊 越共产党书记啊 他也是破坏了越南共产党的这个规矩 他也是连任了啊 他也是连任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巧的事情 那么我们发现共产党的国家啊 比如说朝鲜 朝鲜也是采取一个 副传子的这个传承 那么现在传到第三代 这都是共产党国家啊 那么我们知道古巴啊 古巴卡斯托罗 他也传的传给了他的弟弟 对啊 那么所以共产党国家呢 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什么 喜欢连任 喜欢终身制 或者喜欢什么 喜欢把这个权力啊 集中在一个人手上 或者说把权力集中在一个家族的手上 那么像毛泽东呢 毛泽东那时候是 他是终身制啊 他一直国家主席 他是一直做到死 对不对 那么邓小平 他的权力啊 一直拿在手里 就拿到死 可以说 因为大家知道六四八九六四的时候啊 是谁把赵紫阳赶下去的 赵紫阳当时是中共的一个总书记 那么谁有权力把他赶下去的呢 就说明赵紫阳这个总书记只是一个职务 他没有真正拿到这个手中的权力 这个权力还是在邓小平啊 这个一帮老人手里 对不对 所以呢 他们可以联合起来就把赵紫阳赶下去 那么今天谁敢谁能够把习近平赶下去呢 没有人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虽然他的名字是总书记 但其实他是拿到了真正的一个权力 对不对 那所以呢 那这个越南越共总书记就是阳福仲来访 他们也是说明了什么一个问题呢 就共产党国家啊 共产党国家 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国家 他有一个传统 他的传统是什么呢 专制 专制凡是他的传统 他很容易造成一个专制 比如说前个 比如说苏联解体的 大家知道 现在叫这个俄罗斯 但俄罗斯虽然是一个民主国家了 他们可以投票的哦 俄罗斯可以投票的 俄罗斯也有反对的 但是呢 但是这个权力就是集中在这个普京手里 你这个奇怪吧 所以共产党的国家 虽然共产党被推翻了 但这个传统还是保留下保持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设想 即便是中国哪一天民主了 共产党被推翻了 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中国只要这个国家还存在 他还是会走 类似俄罗斯的这个路 什么呢 就是按照西方的政治学来说 他叫一个混合体制 什么 他又有点民族 又有点专制 叫混合体制 他介于这个专制和民主政体之间 叫混合制 所以呢 所以这个习总统是这一篇呢 这一部分就是写的 谈的 他怎么会连论的 连论的 他们就所以呢 就是开了一句玩笑 开了一句什么玩笑呢 就是 我们知道有一句环节 就是你爱这个纽约 就叫北京人在纽约这个电视剧里面 就有句话 如果你恨一个人就把他送到纽约 你爱一个人也把他送到纽约 对吧 所以呢 这个这句话的翻版就是 你爱习近平投票给他 你恨习近平也投票给他 让他让他坐在这个火山上面 为什么 因为害人爱人 有时候是会用同一种方法 同一种方法 所以呢 这一段就是说了一个 一个一个 这个这个典故 还有这个逻辑 一个逻辑 那么 既说明了这个共产党国家 像习近平和何特殊 两个人 他们很容易造成一个极权 为什么 因为首先 这共产党这个体制 共产党本身就是一岛专制 对吧 一岛专制就是 会造成一个 高高在上的人 或者说一个 权力最大的人 他很容易进一步集权 把其他人的权力都削落掉 甚至把他们的一个 所谓党规啊 越南共产党的党规 中国共产党党规 连的两届的党规 都可以轻而易举的 都可以破坏掉 很容易啊 对 我们不要觉得要习近平连任 不得了的事情 有些人觉得 习近平连任 好像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其实像共产党国家这种连任 集权国家这种连任 好像当年这个 伊拉克总统 投赛因 他也是一个准备传给他的儿子 对不对 我们看到有些民主国家 像菲律宾 他们也是一个 虽然都是选举啊 也很容易的老子是总统 或者说母亲是总统 下面要介绍的优势儿子啊 对 虽然他们是一个投票 一个选举啊 是民主国家啊 也会造成一种连任的一个感觉 这个什么 也是可以说权力或者资源 资源 政治资源集中在一个家族手里 这个我要谈一下 可以谈港吗 当然不是谈港 就是请你 那我想问一下 可能也会有别人会有疑问 美国不是也出现过副子总统吗 老布什和小布什 这个又怎么理解呢 他们 你讲你讲你不是提问 你讲你谈你的看法 你谈你的看法就是讲 自问自答案 政治资源的集中 可能会导致政治家族 或者政治豪门的出现 那么这个不光是在专制国家 在民主国家 同样出现了副子总统 甚至差一点点 这个希拉里克林顿上台 成为夫妻总统 那我认为这个政治资源的集中 和这个像习近平和这个越南 他们这样搞的 他实际上搞的是一个终身制 这个终身制跟这个政治资源 集中导致的这种政治豪门 还是有差异的我觉得 有一方面是对的 对因为所有的所有的国家的 政治上面都会有一些 一般他有了权力 他肯定会是尽可能的去 去把这个权力更大一点 因为这是人的本性 当然再扯就扯得远了 因为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我是反对所有的政府的 反对所有的政府 这么厉害 明月一日送走了童子家兄弟 这个童子家兄弟就是指这个越共 越共 他是31号来的 1月1号走了 差不多三天 那么2号谁来了呢 巴基斯坦的总理和坦三尼亚的总统 两个人都来了 这就是一波的一个来朝万国来朝 就是这原先设计好的设计好的 就是让在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连任成功之后 这一波的来法 那么 今天这个习近平说 今天迎来了希特勒的徒子徒孙 就是德国的总理 叫舒尔茨 德国总理呢 就相对来说 就比较有代表性了 因为是第一个 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连任之后 习近平集权之后 第一个西方的国家 西方国家 而且这西方国家不是小国 因为欧洲有很多小国 对不对 那德国也是一个体量 体量比较大的一个国家 对 就现在 从川普当总统之后吧 有一个 中美的贸易战 贸易战引犯到今天来 有一个中美脱钩的 一个大家一个观念 这样一个状态 中美脱钩表现在 美国现在制定了一系列的 一个法律法规 就是规定 主要是在芯片方面 在高科技方面 对中国实现一个封锁 封锁 名字叫脱钩 那么其实是一个封锁 那么从脱钩呢 还表现在疫情 2020年疫情开始的时候 就是欧美的国家都发现很多医疗的产品 材料都是从 甚至药品都是从中国大陆 中国进口了 那么他们突然感觉到很危险 因为一旦这个世界如果有什么情况 有什么突然发生的话 那么很多都捏在中国人的手里 他们觉得危险 所以渐渐渐渐的就是这个脱钩的这个概念 在这两年开始形成了 美国呢是比较积极的 刚才说了就是从高科技开始脱钩 那么美国呢也希望欧洲和日本韩国什么 也是要跟进和中国脱钩 但是欧洲表现出一波很强的一个抵抗 为什么因为刚才习近平也说了 我也同意 这个世界其实是欧洲是需要中国的 尤其是中国也需要欧洲 互利互惠不单是互利互惠 也是符合这个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一波 重要一波 那么这是德国的总理到 到这个中国来访问 是明显的 我们是我们所就我们所知 就是带来很多的一个贸易团 很多大公司的一个总裁都来 签了很多的大单 这就是证明了 这向世界喊话 这也是一个姿态 也向世界喊话 尤其是向美国喊话 你想和中国脱钩 怎么可能你想你想对想是可以的 但是你做不成不了对不对 就是有一句套一句连电视连续剧的话就成切做不到 因为美国希望欧洲这样做对包括德国这次来很多我们上媒体 上面也看到了对这个美德国总统这么急急要总理这么急急忙忙的到中国来有很多威慈啊就批评他为什么这样去去抱这个中国的大腿 你看这个德国有德国的自己口中大家知道可能德国现在经济不好他需要中国这个来来帮他一把他急需要中国的大订单德国需要中国的订单为什么 德国要他的维持他的经济发展 确实我们了解到我们了解到中国的订单对德国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他因为我去年到德国去赚了一圈差不多花了 40天德国的人口和面积相当于美国的一个州中国的一个省那么中国比他大大大大很多倍人口也大很多倍市场也大很多倍所以德国有中国这么一个市场对德国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只是讲政治正确的话你真的是要德国人死啊他死给你看的所以所以德国真的是办不到这也是也是一个事实 所以这一段呢习近平就是把中美之间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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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突啊还有呢一个存在的脱钩的这个现象啊进行了一个描述 进行描述对此呢呃我希望你们各位也稍微聊聊啊聊聊你有什么这一段有什么想法吗 我认为这个观点我说说几件这块谁谁谁的观点知道你刚才哪个管理你刚才讲的就是世界离不开中国德国 这是实际民说的德国离不开中国的市场这是错误的八十年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这三十年中国跟世界之间是真空的隔离的 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是非常好的这是一个事实不说现在德国离不开中国了而是德国的市场已经它高度依赖了 我觉得经过一个漫长时间的积累周边国家的呃东南亚国家的产业也转移 会慢慢的会取代中国另外中国有一个其他的方面都不是大问题唯一大的问题的是什么或者说呃不是说唯一就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中国的人口在迅速的减少老年化在家中再会严重的拖累他的经济 这是无法挽回无法挽回也无可避免的 但是我们谈的是中国和德国之间的一个脱钩的事情这个中国的经济就没什么关系 我刚才已经讲了呀对啊反对啊反对都说中共啊是逆向淘汰什么呢就是淘汰出来的人 都是精英啊留下来都是招破那么既然如既然按照这个逻辑来说那么这些淘汰到法拉盛的反贼啊都应该是都应该是精英对不对 都应该是精英所以呢这些精英在这个卷中推上的这个发言或者说他们的判断啊他们宣扬这个呃 呃礼上席下那么那么呃德国总理觉得啊可能是对的为什么是中国的精英嘛精英说出来的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啊 这个德国总理的意思是李克强如果连累了我也来因为因为因为他觉得他心里面他想法里面是觉得呃是李克强连累的可能性比较大对啊所以他呃德国人吧呃外国人是比较直率的啊 他就是不搞我这个阴谋轨迹他说的很清楚如果是结果是李克强连累他也会来啊那么习近平说不行他连累你不可以来 为何你连累我可以来他连累我不可以来呢那习近平觉得就是习近平要说服他吧习近平说啊呃因为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啊德国你你德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对不对那么李克强连累就是 呃连累以后你你马上就来你就是向这个专制国家屈服啊这个习近平也是满满满这个实事求是的然后说出了这个心理话啊心理心理话那你老习上台了他马上就来不是也是去过了吗这个习总理进来他写的是11月4号啊就是见到这个德国总理那天写的啊这个德国总理来访只是一天啊他当晚就走了啊那么晚上呢这个德国总理走的时候呢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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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习近平就写了这个日记那么习近平说啊他见到今天见到这个德国总理的时候的时候呢他热情的向这个德国总理表示问候他说你减重贼看了没有啊看了没有 中国人见面第一句不应该是问are you hungry 哈哈哈哈哈哈 对,我马上就证,这个不是中国人的问候词,这个不是中国人的问候词,哦,对不起,那是Japan,这一段就念完了,这一段是,这一段,习近平和德国总理这个所有词的对话就表明了什么呢,就表明了就是,作为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也关注,关注中国的一个政治, 变化,我们知道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很多外媒,在之前二十大之前的很多外媒也在传,也在也认为,也关注到,可能是最后是你二十大是李克强少年任,这个习近平下台,他们也关注了,否则不会他们在报道,这个外媒报道的事情,因为作为谣言来说,外媒对谣言是不须一顾的,因为谣言很多,对不对,那么外媒去报道这种传说, 所以说,外媒也认为有存在这种可能性,可能性,所以呢,就是有这一段对话,这一段对话就是表现出来的,那么你,我看你平平点头,我想你有心里话要说 我看到这个后面这一段,我就感觉到习近平跟这个德国总理,他这种没来眼去的这种交流呢,就是感觉习总对于这个德国人啊,他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对书尔赤,他对这个老朔啊,他很有爱 习近平除了对中国人没有感情,对外国人是都有感情的 那他对这个书尔赤,对他的这个感情也是蛮在乎的,你看书尔赤刚刚稍微露出一点点,爱上李克强的苗头,那我们习总马上就吃醋了 我觉得这个日记呢,他不光是把这个政治,把这个外交的这个脉络给我们梳理了一下,他还让我们看到了习总的这个内心,看到了习总的情感,看到了习总这个对这个德国人,对书尔赤,对这个兄弟,和对这个情人不同的爱 你们两位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看法,我们在学习嘛,你们也要谈谈体会 你谈一谈体会? 嗯,我今天没有了,抱歉 昨天有? 嗯,因为,其实历史上德国就一直,就像德国上一届总理的话,那个女的叫什么来的? 默克尔,默克尔,默克尔对中国,跟中国也是,很多方面都很支持的,这个可能是跟他们的国家的这个,这个基因有关,因为德国一直是,也是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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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復德意志帝国的这个,这个,这个罗马帝国的情况 对吧,他也是想一个,大一统一样的,有这个梦想 所以说,在这个基因上面,他们可能跟,跟中国这个行径同学,不那么感冒 对,对,他不是那么反对 对,对,对 我感觉可能是这样 好,嗯,谢谢 今天呢,我们学习的习总日记呢,是11月4号 这个习总日记是岳德来潮 嗯,我们今天这个习总日记学习小组的活动呢,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看,谢谢 谢谢